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原賽第四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貿易咖啡能有效扶貧 由正方萬鈞匯之中學對反方馬里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現在為雙方介紹辯論員 介紹雙方辯論員 正方主辯歐佩儀同學 第一副辯陳卓盈同學 第二副辯陳雅晴同學 劫辯陳以晴同學 反方主辯羅卓喬同學 第一副辯鄭偉雅同學 第二副辯林詠彤同學 以及劫辯張欣欣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日南小姐 聖工會裏名才中學辯論隊教練黃新忠先生 以及本人為金巴倫掌路會要導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 袁家輝老師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劫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發言時間為4、3、3、4 每位台上辯論發言時間 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丁丁 過時15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丁丁 介紹 本人將會打電話迩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辯對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施請政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 своей 不示意 測試 清晰的 OK 可以 你說可以我就幫你計時 可以 支持評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無益咖啡能有效扶貧 社會上標榜扶貧的機構和計劃多於牛母 但其實幾十年來大部分的負貧人口都是來自全球最多 又最便宜的動力 有得以工業化的中國 其他依然以來農業針灑求求的國家 改善貧困生活難度大增 而當中種植咖啡豆的負貧人口 就是變態的討論對象 其實咖啡龍面對的是極為絕望的困境 正如牛津大學經濟學家夏福特在 垂賊酒料裡的咖啡前本書中提到 咖啡豆缺乏稀有性優勢 價格好易點收入難以保證 加上他們缺乏市場的資訊和異價能力 收購商往往是會借給壓價 因此他們改善貧困生活是越來越無期 1989年世界工程貿易組織正式成立 計劃內容簡單來說 如果商人要取得工程貿易營 正以提升產品形象的話 就必須要在農民收購咖啡豆的時候 然後符合特定條件 而我方今天就會論定這些條件 要怎樣改善咖啡龍的生活達至有效負負負 我方支持現提的第一個原因就是 病話令到咖啡龍得到相對合理和穩定的收入 又再負負負 要改善生活也不可以低 但更重要是穩定 可能今年有錢明年又沒有了 之後會令到農民走入借貸的陷阱 永遠都改善不到生活 但是咖啡龍面對的情況就是 墜入低而且不穩定 根據唐安綠色陣線協會的資料 在埃塞羅維亞 就算咖啡豆在期貨市場賣到3美元一罐這些工價 他們賣給收購商的時候 最多都只是賣到0.4美元一罐 而且咖啡市場光幅很大 例如2002年至2003年 咖啡豆價價跌了一半 咖啡龍要低於成本價這樣賣出去 賣完貨之後家人依然要捱餓 子女依然失落 但是工程貿易咖啡的公司 是要以最低收購價去購買咖啡豆 例如2013年 開始的價格是1.4美元一磅 結果令咖啡龍更有合理 而且穩定的收入去改善生活條件 達至有效負負 我看第二個論點就是 工程貿易咖啡計劃可以改善自貧原因 參加工程貿易的商人 除了最低收購價之外 每次交易都要給一筆工程貿易補助金 而農民就要用民主的方式去決定用力 要改善什麼基礎建設 其實貧困國家人民 有很多時期長期貧困是因為政府 因為賤員外債貪污這些問題 長期不改善人民的基建 因此當衛生食水質素沒有改變 農民賺到的錢都是拿去醫病 教育沒有改善 令到人民知識水平低 改善不到貧困 更加沒有辦法改善生活的效率和質素 而工程貿易補助金 就是用來給他們改善醫療 教育條件 以及改善生產的配套 令到他們賺取更加多的收入 從而改善原本的貧困的生活 我方從今 咖啡農對來面對低效政府 對外都是受制於收購相欺壓 交付貧困的機會困難 但是工程貿易補助計劃 一方面令到他們有穩定的收入 也都可以自行改善基建 消除令到他們持續貧困的原因 無助到最難貼困的人 當然有助貼困 多謝 正方主編所用時間為3分3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來替由反方主編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恨計時言小言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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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一些聚無資源和保障被邊緣化的生產者 令他們可以有穩定和可持續的生計 而公平貿易想幫助咖啡生產者 可以分為兩種農人、農夫和工人 農夫是擁有農地的耕種者 同時也會負責出售咖啡豆 而工人是農夫請回來幫助種植的人 今天政方要論證到有效 就要說到這兩班人 透過公平貿易都可以普遍改善到生活 但我們看到時常並不是這樣 一、農夫 農夫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相對較窮的農夫 也是最需要被扶貧的人 申請公平貿易認證是需要一斤費用的 根據10年FLOCERT的資料 少於50個咖啡豆生產者的組織 都最少需要付1570元英鎊認證費 之後每年也都要用940元英鎊重新認證 Fair Trade International和True Price的不夠指出 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 仍然有近50%的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咖啡豆農民 以及100%的肯尼亞農民 沒有維持基本生活需求所有的收入 更加不用說要拿一筆錢去做認證費 當這班最需要幫助的農夫 認證費都給不起的時候 連公平貿易都參與不了的時候 公平貿易又怎麽算有效付貧呢? 而第二類給得起認證費的農民又怎麽呢? 公平貿易的存在是針對農民被剝削 咖啡豆價格被壓低的問題 而公平貿易的做法就是將咖啡豆加價 將價格定在市界之上 但公平貿易咖啡豆其實只是佔市場的一小部份 他們是需要和非公平貿易咖啡豆在市場上正面競爭 情況就變成了一模一樣的咖啡豆 但是公平貿易會比普通咖啡豆買得更加貴 同一件貨品叫客人買貴一點 在商業上來說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所以公平貿易咖啡豆就以良心消費 掃諸善心來做宣傳道德感召消費者 令公平貿易咖啡在市場上可以有一席之位 但事實上美國中央密歇根大學的調查 借得四分之一人表示會考慮買公平貿易產品 變相加入了公平貿易之後 就是放棄了四分之三的市場 所以公平貿易根本沒有保障過咖啡豆的銷量 因此就算價格高過市價也好 農夫最後的收入都可以和沒有公平貿易的時候沒有分別 甚至低過以前 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甚至指出 其中有幾年公平貿易所得來的利潤 甚至低到蓋過公平貿易所需要認證費的支出 換言之參加了公平貿易之後還需過沒有參加 而工人 根據期刊Nature Sustainability 超過六成的咖啡豆農夫都會請工人 但是國際勞動組織就說 埃塞比亞的咖啡豆工人一年平均收入只有360英鎊 即等同於農夫收入的六成 但是公平貿易整個計劃都是以農夫做主體 由報名到做設施到做措施都是為農夫而做的 工人只不過是受僱於農夫 嚴格的來說他們根本不是計劃的一部分 而公平貿易幫助這班工人的方法 只不過是希望提高農夫的收入 而博他們會改善農夫的工人的生產 事實是Nature Sustainability發現 即使農夫有多了的收入 都只是入回自己的袋 因此工人的收入在公平貿易之後都毫無增長 博利和待遇依然都是這麼差 當大部分農夫和工人都沒有受惠於公平貿易的時候 想問柳芳為何覺得這樣是有效的扶貧呢 多謝各位 柳芳主編所用時間為3分5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另外想跟彭芳說一說 剛才你們發現的時候 後面應該有討論有些雜音 可能會藏在你們後面討論的聲音 可能你們說話小聲一點會好一點 我不知道另外兩位評判聽不聽到 我就聽到一些雜音在後面 那可能你們再想一下 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 好嗎?謝謝 然後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宣 由反方主編提問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由反方主編會1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前到達15秒會有一丁提示 接著就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宣 向正方主編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的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宣發問 你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鏡頭示意 Testing Testing 清晰的 那可以開始 很大問題 好準備好 大家好 台灣綠色陣線就指出 在艾塞羅比亞 咖啡豆市場的價格好的時候 倫敏都只能賣到0.4美金一磅 市場差的時候 只能賣到幾個仙 但是工廷貿易的最低收購價 是1.4美金 請問以前就不穩定 每年賣幾個仙 至幾毫子美金 現在給你每年穩定 這樣賺到至少1.4美金一磅 這樣是扶載到它 還是扶載到它 請有方正念回答 梵方主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叮 我不會 Principe union 可以 員 可以 再給 breakout 握 看看 握 加油 感谢观看 叮 叮 叮 现在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范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什么意思 请问接受请不清晰 可以 叮 谢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说 所谓保障的收购价格 根本其实不是一个保障 它只不过是抬高了咖啡豆的价格 然后由签去决定 究竟有多少人会愿意去买 这些公平贸易的咖啡豆 但是我们看到 当一个咖啡豆的价格高了的时候 即是它的需求会变低 而研究报告指出 只有四分之一人说 会考虑买公平贸易产品 即是说 其实有四分之三的市场是回答不到的 同时消费者 他买不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豆 会帮助人 或者单纯心情好不好 所以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有方是不可以 确认到他们会买多少咖啡豆 所以尤其说 这是一个保障 不如说它是一个赌博 根本是 请立即停止发言 接着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主编就说 今天要去为农民提供稳定和合理的收入 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去为咖啡豆設立一个最低收购价格 我们看到其实原来 简单来说 就是将市场上一模一样的咖啡豆 公平来的咖啡豆的价格 会比其他普通咖啡豆的价格更加高 在一个商业的角度来说 消费者是不会无端给那么多钱 去买一个更贵的咖啡豆 其实公平内的咖啡豆是一个宣传技量 就是一个良心消费 但我们看到就算这样说 我们依然保证不到有多少人 是愿意真的去买咖啡豆的时候 所以问有方派如何保证 今天在公平内的农民的咖啡豆 成为公平内的咖啡豆之后 是比以前多了人买的收入购价格 叮! 正方处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 我觉得有邀请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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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 有請政府主變回答 還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進行進行試煙 再試試試,試試 清晰的 就可以開始了 叮 我想再重新,其實我們的計劃,你們所說的是市佔率 市佔率不高,不代表計劃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其實都是消費者他們會因為產品的貴和便宜 決定要買什麼,而有良心那些是為了支持農民 所以才會去買一些比較高價的咖啡酒 咖啡酒為了異國,就代表有扶貧那些 總之我想再重新,其實都計劃是為了扶貧 而不是想他們 有方想重新,其實是沒問題的,有問題其實是市佔率比較低 定定,請立即停止發言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政方第一副面發言,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鏡頭示意 我想試一試米,請問評審主席和有方和Panel 清不清楚? 清晰的 好,那我也可以了,可以開始了 定 有方質疑公平貿易咖啡是參與者裏面需要付行政費 但請問世界上有哪個扶貧計劃是不用行政費的呢? 有方在反對公平貿易,還是反對所有的扶貧計劃呢? 其實買得公平貿易咖啡的消費者 原本就不是因為價格平原買 反而明知道你貴也要幫農民去買,是支持他們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總而言之,有方今天只關於質疑公平貿易咖啡幫不幫到人 但對咖啡和分處的環境,他們根本莫不關心 有方連他們為什麼要選中咖啡豆都不了解 你猜他們選中咖啡豆是因為愛和責任嗎? 除了是因為窮之外 還因為他們的土地只需要種有光,不需要太多水分 土養肥力也不需要特別多 而三種都可以用到的咖啡豆 對於他們來說,根本就已經沒有選擇 而且咖啡豆的市場價格過動得很大 令他們沒有穩定的收入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國際期貨市場 2011年可以買3美元一磅 但2013年跌了3分之2得1美元一磅 其實貧紅國家農民根本沒有能力直接在期貨市場買貨 收購商的價格還要更加低 但工程貿易窮在2013年仍然用1.4美元一磅來收購 令農民無論在市場價格的高 都可以有穩定的收入 當農民不需要根本有收入 明點價格下跌 又要用涉管的價錢來賣咖啡豆 他們才會願意花錢去改善他們的家庭環境 例如送子女去讀書購買蚊醬 去預防蚊賣等等 也是因為這樣 2003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發現 七個拉丁美洲公平流逆咖啡生產者的個案 可以短時間改善咖啡生產者和他們家庭的生活 小朋友可以有教育的機會 另一方面 當他有穩定的收入 教育人不可以將資金投放在改善質素和產量度 好像巴布亞新基內亞的高地合作社 自從將咖啡樓賣給參與公平貿易的商人之後 更加有資金提升質素 令他們的品種結合有機艱重 能夠抵禦氣候的變化 收成由2005年的200公項上升到2012年的1200公項 收成多了6倍那麼多 從商識的研究和例子可以見到 公平貿易計劃提供穩定的收購價 令這一班原本受地理因素無法 種植更值錢的農作物的農曼 逐節在絕望的環境中走出來 生活的資金投資資金投入都因為技術而進步和改善 可見公平貿易是德國有效的部分 亦都想重新一件事就是 有方同學你們現在是說公平貿易 他們的多餘少賺得多少 但其實我們這次的見解是可以扶到貧就足夠了 還有重新再次 公平貿易的咖啡是有效的負貧的 多謝 正方第一負面所用時間為2分5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原示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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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钱是来自他们的 其实是他们自己去帮自己 那又何来有效扶贫呢? 而有方同学又说公平贸易提供了钱给他们可以建基建 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但我问 钱其实是哪里来的呢? 那间机构要给钱给労民建基建都要钱 而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是労民的认证费 每句话说都是労民自己给的钱 再者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基建建了之后 很多穷人依然是没有受惠的 伦敦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 农场工人表示就算公平贸易的资金建了学校也好 他们依然是负担不起他们学习的费用 建了厕所 厕所都是给那些高层去用 而本身拿来教育工人给小朋友的钱 就拿给老师去建房子 所以又怎样可以说公平贸易的钱 令他们发展完基建之后可以有效扶贫到呢? 而有方要衡量到公平贸易是否真的有效扶贫 就要论证到这帮人普遍地都透过公平贸易 去改善到他们的生活 但有方一比赞拋了一大堆公平贸易的利寸 但没有说到他如何有效 甚至连实质的例子都没有给到 其实有方根本就不理解公平贸易实际是怎样运作的 要知道农夫赚不赚到钱 其实是要看市场的需求 在一个公平贸易的价格 它其实就是将它本身的价格提高了 然后放出去自由食材去买 但是我们跟那些没有公平贸易的咖啡豆去相比 其实它是贵了的 但品质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所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有100元去买公平贸易标签的咖啡 但没有公平贸易的就卖70元 你会选哪一款呢 其实不等咖啡豆在市场买 当然消费者选的当然会价格便宜一点 所以人们对于公平贸易的咖啡需求就低了 就算公平贸易的咖啡豆的价格高了 其实你也不确定农夫的收入会不会高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Fairstrait International和True Price的研究 指出印尼、肯亚、越南 只有465个加入公平贸易的小龙里面 全部肯尼亚、咖啡豆农民 还有接近一半的印尼和越南农民 他们都没有尤其基本收入需要的钱 而Fairstrait International也都说到 2019的报告说 埃塞俄比亚平均会的农民 一年之后拿到17欧元 即是140元的香港币社会发展金 所以其实公平贸易是帮不了最穷的那班人 而且公平贸易他帮的只不过是有钱 加入公平贸易的那班労夫 而其他那些最穷的工人 那些加入不了公平贸易的工人 所以究竟公平贸易是扶了什么贸易呢 右方请论席 多谢各位 反方第一负面所用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正方第二负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介绍原事宜 请问听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定 实际各位大家好 其实我们当 已经说过行政费 是由向农民收购咖啡豆的商人去比 由于最低的收购价 他们也不可能向下压渣 最后行政费是会反映在价格上的 因此根本不存在挂行政费 是会令到農民更加穷 真正有误解的是有方 几十年来 付费计划多于银河沙素 等低阶贫穷情况 依旧用多少算好算都无效感 像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千禧村计划 几百万美元投入 均压的得意图 但最终都要没用 最终都要放弃计划 相反 但从刚才我方一部的例子 和研究都见到 成功的例子其实处处可见 而为什么公平贸易会有效 是因为参加的商人 除了要给稳定的收购价之外 更要提供公平贸易補助金 而农民就要组织合作社 并以民主方式 决定怎样运用这笔钱 针对自己社区缺乏的设施加以改善 有风暴注意到的是 贫穷国家之所以持续贫穷 是因为政府的效率低下 根本改善不到人为需要的设施 令卫生、食水、建力等基建都没有 疾病重新、生产力又提升不到 那就永远贫困了 这笔补助金令社区民族 针对自己缺乏的设施投降资金 急需教育就起学校 急需欠证食水就买证税装置 改善导致自己贫困的社会因素 令他们在最绝望的怀景下 一样可以逐渐抖出贫困 就好像人类发展指数 存在最低的国家 光港民主共和国 能逃过内战不死已算命大 国内超过七成人口没足够的食物 四分三人口没足够的食水 但就不包括他参加了公平贸易的苏巴迪合作社 他是2002年开始参加计划 由263个农民抗争到现在超过5000人 他们得到稳定的收入之余 更利用公平贸易補助金改善贫困生活 他们没有屋住就用基金建屋 无公平的设施就用基金建 所以那时咖啡豆素质就找农学专家来帮手改良 同共生活得以扭转 原因就是其他扶败计划往往由上而下 捐钱的觉得你需要些什么就给你什么 但其实根本不合当地人的需要 公平贸易補助金就是由下而上 由人民到最难改善自己生活的地方投放之得金 令補助金拥有最大的效率 当留任给很多几万万上千万美元的计划 都有效付款的时候 有方总监硬或无效 其实实在真的是对反对面 是吹无求疵 多谢 正方第二负面所用时间为2分4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二负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计时言事宜 幸福的 推详评判有欢迎合序作诺位 大家好 好,还原基本务,看游方和主辩讲了什么 主辩第一个论点跟我们说 可以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钱去提升自己的农夫收入 我们可以由以下三方面去拆解游方和我们这个论点 第一就是工人的角度 今天游方主辩到现在,一直都讲的就是工人的一个角度 游方从来都没有提及过工人这个持份者 游方现在和游方看看 今天公平为整件事都是由农夫做主导的 工人是没得参与 他做法是透过改善农夫的收入之后 觉得农夫自己会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等等 其实那些农夫是可以自己吞了些钱的 当时的制度都已经不理于工人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就不应该依赖一个 你想扶民的对象去帮你一个你想扶民的对象 伦敦大学所做的Fair Trade Employ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跟我们说 在出售工明卖产品的农场所请的工人 得力的报酬是更加低,来业都更加差 所以当他的措施,工明卖的整个措施都是围绕着农民 针对着农民的时候 就算有亚的盈利也好 受惠的也不会是工人 所以确立了 原来咖啡产业最大一部分的努力人口 最穷的、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扶贫的来说 工人贸易是帮不了他们的 所以确立了这件事之后 就可以看第二件事了 就是给不起认证费用的农夫 我们看到奥塞华比亚的农夫 平均一年的收入是700英镑 但很多主编都有提及到 一年的认证费是1570英镑 换言之,他连一年的认证费都给不起 不要计以后每年还有续会费 所以当你今天的利处成立 都是对这些农夫来说 是完全没用的时候 确立了律服除了工人之外 还有这些小部分的农夫是完全帮不了的 所以就落到最后一个论 最后一件事了 就是第三 就是一些给得起认证费用的农夫 首先我方主编所说 工明卖所做的 只不过是提高个价格 而同时工明卖的咖啡 不是弄断过市场 市面上有些不是全部都是公平卖认证的咖啡 所以他们的非公平卖认证费是竞争关系 所以对客人来说 你要他买公平卖认证的咖啡 是等于以一个更加高的价钱 去买一样的咖啡豆 但可能一虎就跟我们说 原来那些人是会明知 明知贵都去买的 但正常来说 当价钱高了的时候 想买和买得起的人都会少了 需求也会少了 而今天收入最后是要上征的时候 就要说在价钱上升了之后 想买的人会不变甚至更加多 但这件事根本就不合理 在商业上说不过去 而他们的营销失法是怎样呢 是工明卖认证在包装中说 帮助闪龙、咖啡等等 而这些字眼就是为了做一个道德感召 和程序纳索 在这个情况下 就要看有多少人会接受到这个道德感召 接着美国中央物件大学 有四分三的人是不会考虑购买公平的咖啡产品 最低20%是会考虑买的 也就是说有汪娥直接放弃了四分三的市场 那些项目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论论就是你给了钱 加入也好 收入是不是高了也成问题 而甚至今日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 自信 咖啡的每一磅费用是0.03美元 而其中每年得到的 是甚至盖不过认证的费用 所以有汪娥不如认证回来 究竟有效和有效在哪里了 谢谢各位 反方第二负面所用时间为3分12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的 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原发问 请辩原开启镜头并试麦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可能镜头要见回你先 我见不 对了 没错了 可以收拾 可以的 可以开始 叮 大家好 公平贸易针对咖啡龙欠血基建 而导致贫穷 次立公平贸易補助金 咖啡龙成立的合作社用民主原则决定怎么用 想请问他们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的设施 并以公平贸易发展基金 满足需要 为什么不是一个有限 有效的改善他们生活质素的有效方法呢 请右方正面回答 多谢 反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 好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答问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刚才温河就问我们了 今天农民是会收到公平外的補助金 而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 去用这笔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力 起基建等等 先看看,原来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农民 所收到的公平贸易補助金是十分之小的 例如根据FairTrade International 2019年的报告指出 原来沃塞俄比亚平均一个农民 每年只收到145港币的社会法治金 和方派要论证 今天我们跟他们说到有效付费 就是说到他们用这笔金额 究竟可以做了什么,可以改善到什么 起到什么基建 再来看看,就算现在公平外的机构 是会帮手建学校、建议院也好 原来有一大部分的工人依然都没有钱 去用那些基建 不如我们首先看看 原来就算起了学校也好 那些工人都表示 其实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学校的学费 就算起了学校也好 他们依然都没有钱 供自己的子女去读书的时候 今天有方要论证 那些人完全没有受惠于公平贸易 叮叮,时间结束,请停止发言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 并进行试麦 试麦,试麦,请问听不听到? 清晰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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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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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各位,今天有方跟我们说 某个合作社帮助到农夫扶贫 但是今天有方要做的事情 不是论证部分成功例子 而是跟我们说到普遍上 大部分的农夫可能生活上都有改善 否则只是论证在小程度上有助扶贫 而不是这个计划有效扶贫 根据有方的逻辑 今天是否帮到百分之一的人 但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没办法透过这个计划扶贫的时候 都叫做有效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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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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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正在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元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後請向鏡頭示意 是,示威示威信聞聽不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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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點了 叮 其實有分同學 你認為送他們去讀書 在一間學校給他們 是很基本的東西 因為我們就太幸福了 我們每天都可以回到學校 可以接受到教育 其實他們就沒有學校 沒得接受教育的 他們比較接受教育 在他們的眼中 是一個很奢侈的事來的 在一個貧窮的國家 他們回到學 已經是回到學校 已經是很困難一點 難道現在他們回到學 都不算是苦份了 還有有分同學 我們拿幾百萬進去 美金零好,什麼金零好都沒有用 所以證明其實他們不是需要錢 他們是可以改善到他們生活上面對的問題和困難 才是有效扶貧 並不是你認為他需要什麼就給什麼 最後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扶貧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這件事是一個計劃 也是一個長短的計劃 有時候有些事情我們要慢慢做 不能一步登天 所以我方是 定定 作答時間完畢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並進行試麥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試麥聽不聽到? 清晰的 好,可以開始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幾十年來,世界上都有很多扶貧計劃 每年用來扶貧的錢最少都有數十億美元 但憑窮情況依舊 相反,我方今天提出的研究和例子 證明不用投放這麼大的錢 都可以持續改善貧困的咖啡龍的生活 想請問有方 我們用更少日之前就可以達到更大的效果 都不叫做有效嗎? 有方是否想說這個世界上 根本不存在有效的扶貧呢? 請右方正面回答,多謝 反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叮! 請 明天 請 蔡 旭 您 大家 іль 請泛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答應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元帥借 時米時米 可以 所以評判有方派出一位,大家好 有方派問我們說,更少資源為何做到更大的後果是否一件好事 當然如果今天是更少資源做到更大的後果,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有方派你沒有論證過更少資源是甚麼,更大的後果是甚麼 所以今天有方的問題其實是不成立的 而今天我幫主辯和其他的辯論都有提及到 如果今天的認證是這麼少的時候,究竟效果在哪裏呢 你知道我已經沒有回答過你了 我方就不知道究竟效果去哪裏,已經沒有舉例子的時候 我方就真的不知道了 更深的是我們看到公明王的錢是怎樣來的 他給農夫的錢是怎樣來的 原來他們機構最大的一部份收入是來自農夫給的認證費用 所以當今天的認證費用 今天他給農夫起機應的錢 原來是來自農夫自己給的認證費用的時候 就是說他用的錢是用自己的錢去幫助自己 所以我方和我,為何用自己的錢去幫助自己 是有效扶行的一件事呢?多謝各位 請反方拍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並示麥克風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原示意 請反方進行第二條的台下辯元發問 請反方進行第二條的台下辯元發問 就是有方和我都認為現在仍然沒有效扶行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整個公平貿易都是農夫做主導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我方主編已經說過 超過60%的工人會在這個貧窮底下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就是那群工人 有方和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論證過 都沒有回應過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這群貧困的工人 根本就不在這個公平貿易的時候 按照同學的邏輯 是不是這個幫不了那群真是貧窮的工人 那這個還是有效盛嗎? 謝謝各位 正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這麼大小朋友 不用客氣 我坐手 我這個採吻的工人 有所以 這兩句給 Russia 參就是說 我們 叮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作第二次的台下 台上答问 清晰的 可以 定 都是有关的问题 帮助扶贫的生活困难的农民 其实我们方一直都强调行政费 一直都是商人资助他们的 所以明知 明知贵都要支持 是他们的善心 并不是贵不贵 农夫是主导 但是工人其实都是帮着农夫工作 农夫都会给钱工人的 所以工人是会有钱的 令农夫都会还到钱 最后 其实我方一直都很想强调多次 扶贫计划不是一朝一直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我们的 联题都应认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作准备 开始计时 叮 稍后 会儿 说 再结束 稍后 谢谢大家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反方作總結 有請反方頁面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各位大家好 FairTrade International指出 原來農民的基本收入 在公平留意之後 依然沒有改善過 而倫敦大學的研究就指出 原來就算有公平留意之後 起了學校 那些咖啡豆工人 依然都可以沒有錢 跟他們的子女讀書 原來那些工人的收入 依然都可以沒有增長 因為那些收入會 入了一個農民的袋子裡面 原來我們見到公平留意底下 大部分本身窮的人 依然都是這麼窮 農夫就收入依舊不穩定 工人就本身如果基本三餐 都拔飽不足的話 就依舊做不到 我方今天全場都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們雙方的分歧 其中一個就是在於 他們覺得究竟怎樣為之有效扶貧 有方就覺得有效扶貧 就只需要論證到 少部分人都可以幫到的時候 就是有效扶貧 但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 那是不是在幫不到 大部分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依然叫這件事 是有效扶貧呢 還有一個位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 跟公平留意本身想做到的目的 但我方一直都在 就是究竟公平留意的扶貧效果 是有多廣有多持續 所以今天雙方需要討論的事情 有方一直跟我們抓住一些很小的例子 跟我們說這些農業有效 可以比以前增加了收入 因此就是有效扶貧 但其中大部分人 今天有方全場都說不到 我們看到其實整個咖啡豆行業 從來都不是只有農民這部分 還有很多是負責農民所請回來 去種咖啡豆的工人 因為我們看到有六成的農民 都說有請工人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論證公平貿易有效扶貧 是不可以只是斟酌在工人 不只是斟酌在農民的這一部分 而是要講到整體而言 工人和農民普遍來說 都可以提升到收入改善到生活 再看看今天有方如何講到公平貿易有效扶貧 今天有方就說第一個保障 就是原來公平貿易有一個最低的收購價 但慢著先 今天我們要講到農民收入是有穩定的時候 我們除了要講到它的價格之外 最重要它的需求都是可以的 我們看到原來需求在公平貿易 就知道是從來都沒有被保障的 因為今天我方全場都在問 因為每一樣的產品 我們賣貴一點的時候 究竟怎樣可以吸引到多些人買 怎樣可以保證到 是會比以前更加多人買 而且可以收入會多過以前 今天有方從全場都講不到的 而且當我方問他 我方說 今天有方就是不斷地說 原來因為公平貿易就是一個良心的消費 那些人會因為良心 會因為想幫農民 所以就去買了 今天有方全場都講不到 究竟這幫人是有多少 而我方全場都有講到的數字 原來只有四分一人是願意去買的時候 今天有方要講到 這四分一人他們的支持的程度 是否足以去蓋過 本身他們可以用整個市場的那個人數 去買他們本身撐出來的那些咖啡豆 我方這一點從來都講不到 有為何農民的收入可以這麼高度的時候 我方問完全講不到 為何這個是有效的 再者 今天有方再說 原來公平貿易是會收到補助金的 而且他就可以用這筆補助金去建學校 去建醫院等等的基建 首先我們先看看 其實所謂的建基建 那筆錢可以來自於兩個地方 第一是農民靠買咖啡 公平貿易咖啡豆 之後所賺取的公平貿易補助金 我方今天其實在台下都有提過 原來那筆公平貿易補助金 其實是十分小的 例如以奈塞俄比亞做例子的話 原來一個農民只有一年只140美金 我今天需要講到的就是 他們用這麼小的錢可以做到什麼 而第二就是公平貿易的機構幫忙去建 我先看看公平貿易的機構那些錢是哪來的 原來就是農民證定給那些認證費用 那些認證費用完全是來自農民的時候 我方都要講到 我們農民用自己的錢去建學校去建醫院 為何這件事是有效負派的 我們看到今天為什麼農民會這麼同 因為他們的生產規模很小 產出都很小的時候 今天有方除了講到他們收入會上升之外 也要講到他們之後的支出 正正 大家看到這件事根本不是這樣的時候 今天公平貿易補助金 謝謝各位 財方劫便所用時間為4分0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正方劫便作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言示意 可以 唱著各位大家好 來到辯論的尾聲 其實總共全場有方理今天不斷扣負貧 其實我方理都是不明白什麼要扶貧 首先今天其實我想解釋 現在公平貿易是一個扶貧計劃的行動 而不是出貧行動 現在公平貿易要做的是舒緩貧窮的問題 而不是消滅貧窮的問題 家庭公平貿易是要令到他們不需要因為解決日常的生活問題而變回行動 其實有方理今天不斷質疑公平和咖啡的參與者是需要付行政費 就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個扶貧窮是不需要付行政費呢 一方是反對公平貿易 第一方是反對所有貧窮計劃 以此行政費得兵 不怕由農民或農夫去付 也在右鄉農民收購咖啡豆的商人去付 還有要講扶貧 去年底美國的富商馬斯克對聯合國有關扶貧的交通就成為結局 當時聯合國就挑戰馬斯克 但只要他願意肯付66億美元 世界的飢荒問題都會迎日疑解 所以欺視負不到貧是因為有錢人呼喊 但馬斯克就反擊了 只要你給到可行的計劃 66億我立即給你 但奇怪的是 即是向他有錢人欺負的網民 就並沒有聽平馬斯克的維吾不仁 但事實也不是那麼奇怪 在下一個宣明會 每年購得來扶貧的錢都接近30億美元 幾十年來為何扶貧還是一副分子 其實以上的真論是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原來扶貧要有效就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做了幾十年就不是各個方法都有效 第二 這麼多年來扶貧失敗的原因是用錯方法 我們的扶貧網是似乎被貧困者得以生存 但生病有效的方法 是建立了一個令貧困現象無法存在的社會 而我方的由頭到尾就是不停舉例子 他説大家論證公平咖啡 和一般以均為主的貧困計劃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不需要幾十億幾十億這樣貼出來 都可以改善到貧困國家人民的生活呢 但有分何來現在公式還是不問 公平咖啡的收購價定是怎樣幫助到農民 收入當然越多越好 更重要的是穩定 或者三更同五更呼吸的人最好 只會回復貧困狀態 當然公平咖啡的收購價格 不是任何時侯都高於其他價格 但不是價格下跌 農民依然有穩定的收入 才是比較容易缺乏 就像坦桑尼亞、奕卡哥的合作社 當國際價格下跌 他們仍然可以靠公平留意的收購價 依市價的三倍去買出咖啡豆 令國際價格波動並收入不穩 這個貧困因素得意取消 之後他們就利用計劃的公平發展基金 去興建學校 消除缺乏教育這個貧困因素 改善基本的醫療服務 令他們不需要成為 因為醫療費用而用 進收入變化貧困 當其他方位只是給資源 而公平貿易是直接消除到貧困的因素 但為何其他貧困計劃沒有公平貿易 雖然咖啡在這些絕處都可以做一種出發的時候 最不可能扶貧的地方 他們都能扶貧 難道又能夠有效嗎 這次其實我們只剩下一個問題 我們說到公平貿易這麼好 為何從來都仍然這麼多 其實沙漫很簡單 大家手上現在就肯定沒有咖啡豆 但如果有朱古力 就可以看看你們手上那塊朱古力 是任務公平外的標籤 尤其是如果你手上的是求朱古力 我想說一年前他們就一開始停止 靠入公平貿易和可可豆 以公平貿易扶貧最大的難關 但是消費者的意識實上太大太大 就掛了賣便宜貨 掛了賣摩削倫文的大牌子 公平貿易的市佔率不夠大 幫到的人自然就有限了 但這不是公平貿易有沒有限 而是在於你和我願不願意去改變消費習慣 拿到他們的未來變得更加有效 多謝 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3分32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比賽告一段了 現在有請評判可以在分數整理分子 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較佳辯論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設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請兩位評判留意 如果你OK的話 都在checkbox裡說聲 我知道你OK 謝謝你 謝謝你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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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会请几位评判吸引评语 现在我们先请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陈若南小姐先吸引评语 有请陈小姐 谢谢 是想听听得到 清晰的 好,谢谢您 首先感谢两位高校今天是共识会准备的比赛 我可能从一些双方每一边都说少少可以改线的位置 先来讲正方 我觉得先不论这条辩题,我觉得正方比较需要改写的位置,可能是在于回应方面 因为我觉得今天正方的同学,尤其是一二副,可能都要比较多一点回应别人的论点上或者说法上 但是今天听到正方的一二副的同学就比较少去做一些直接的回应 例如今天反方的主线,他开了两个论点,一个是说农夫,一个是说工人 但其实去到正方的一二副,我听到都没有直接回应工人上面的论点,也没有任何说法 至于农夫上面,我听到的就只有他会有些最低的收购价,就是1.4美金 但是我觉得这些回应上,第一,你可以直接一点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例如你可以去召唤别人说的东西,譬如他说农夫的收入是会少了 但不是,我们看到以往可能只有0.4的美元,但现在就有1.4 不如你跟我直接比较,谁是多一点钱,我觉得可能是回应上面这样做会好一点的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我觉得正方今天可能要再尝试做好一点的 就是可能是比较上面的作用,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条辩题 正方最有效的做法,就应该是跟我比较有和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公平贸易咖啡,原来那些人是很惨的 那你就跟我说怎样惨,有了之后有多么好 但我觉得今天正方比较欠缺一点点就是你没有跟我说到之前有多么惨 然后有了有多么好,这件事是比较难说服到我就是觉得公平贸易咖啡真的很正 然后我觉得回应的问题台下都有的,因为台下我会比较 正方的同学,其实你可以直接去尝试回应别人的问题 例如其实别人的问题就是问你,是否帮到少少人,就等于有扶贫 它是这样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正方台也都可以尝试去讨论一下在你眼中是不是呢? 还是其实你本身想说的是它不是帮了少少人,它是有很多人呢? 那么很多人在你眼中,譬如你数据又有些什么呢? 我觉得直接回应会好一点,而第二条都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直接回应 我觉得这些位置是有点可惜的 然后说回可能正方的回应上的东西,反方知道是否不能回应呢? 我又觉得不是的,因为其实这个反方有些说法我个人意见是有些奇怪和有些问号 什么意思呢?例如这个反方很强调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它的价钱高了 所以在市场来说,我比较高一点的价钱,但是买同一样品,就是咖啡豆,就会少些人买了 它也很强调一个资料,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人强调是不会买公平的咖啡的 只有四分之一人会考虑,就是放弃了四分之三的市场 其实对于这个说法我都蛮有疑问的,因为我觉得只有四分之一人会考虑公平的咖啡 是不是等于它放弃了四分之三的市场呢?例如是什么? 例如可能我是一个只是喝高级咖啡的人,我只是喝精品咖啡 可能其实在整体咖啡市场里面我都会考虑那四分之一的精品咖啡 而那四分之三的可能普通咖啡我们不会考虑 所以是不是代表我今天是做了公平贸易咖啡 等于放弃了那四分之一的市场呢? 我这个是说法上有点疑问 而更何况的是,其实今天政府可以再强调一点点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因为公平贸易的这个标签 然后去买那些咖啡,例如是什么? 例如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可能譬如Starbucks那样 它都是会买很多公平贸易的咖啡 就是显示可能有些企业就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形象 然后它都会尝试去买这些公平贸易咖啡 令到大家可能觉得它就是良心企业 所以其实是不是在凡方眼中就是公平贸易这个标签 是不是真的毫无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正方是可以质疑一下 同样凡方有另外一个逻辑我都是觉得有点奇怪的 它就是说其实今天你的需求是保障不了 因为价格上升了,需求的自然少了 那你怎样确保它的需求? 我会有点奇怪的是,其实有些什么是能够确保它的需求? 因为其实反方眼中就是觉得有些人有道德的就买 有良心的就买,喜欢就买,然后可能经济好就买 其实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每一种的产品 我可以这么说,都是可以选择这个原则的 其实在凡方眼中它到底觉得 譬如我要确保到多少的需求? 我要怎样做? 才是做到理所说的稳定需求的一样东西呢? 那我是有点点疑问 我现在觉得正方的同学也可以问一下 还有我觉得可能凡方提出一些说法 我觉得正方也可以看同意还是不同意的 例如你们2.2讲的就是用民主的方式去改善现有的生活 就是建了一些基建 那反方的回应就是说 例如它读书其实是没用的,你在学校 因为它是给不到钱读书 但是其实这件事去到后场,正方我觉得都没有很回应到 但是反方可能误解了 或者你们看到真的有人读到书 有多少人读到书 所以我觉得可能资料准备方面 或者可能是回应方面正方可以做得好一点 而同样反方 刚才说法上的 有点奇怪的位置 我说了 我觉得可能反方在斟着说法上面 可以再思考多一点 就是我在想有很多东西是不是这么绝对 就是它价格上升了 那些人就不会买的了 那这个是会有些疑问的 还有我觉得其实今天如果看反方的一以赴 听到正方没有回应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再追问多一点 就是譬如可能是你们的点二 其实今天正方是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回应 那你其实可以知道这个位置可能是 第一,可能他们不会回应 第二,可能他们是比较困难去回应 或者没有准备过 那其实你可以再问多一些 你是怎么看呢 然后去到最后一个位置 就是这条辩题 我觉得我理想之中的 就是我思考这条辩题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争拗是什么 应该什么叫做有效扶贫 但其实什么叫做有效扶贫呢 在这一场涉猎的讨论就比较少了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 我觉得反方应该通常都会问 在正方眼中是不是多了一个农夫 他多了钱就等于是有效扶贫呢 那同样政府都可以问反方 那是否在你眼中要100%的人全部脱贫 那才叫做有效扶贫呢 那我想我本身期望可能 其实这些位置上可能一副 或者其实在转变上 已经会有多少少少的涉猎制 什么叫有效扶贫 但其实这一场是比较可惜的 去到可能反方的台下 才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我是觉得可以将这个质问 或者质疑放上少少 而去到最后反方的主线 他也有尝试去说 为什么不是有效扶贫的 他指出就是说 因为最贫穷的人帮助不了 那其实我觉得正方 在对于这件事 又未必需要太害怕 因为我觉得未必帮助到最贫穷的人 就不一定等于是无效扶贫 或者是扶不了贫 因为你穷人 其实都有一个 不知怎样说 一个比例 或者一个比例 他有些是极度贫穷 可能是少少贫穷 或者是少少少贫穷 抱歉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但总之就是在于 其实可能甚至你针对不到 反方所说 就是最穷最穷最穷那帮人都好 但你都是针对一帮穷人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你听到反方的主线就是说 你帮不了最穷的人 入不了会的人怎么办 所以可能我们就是集中看 入到会帮都是穷的人 那是否能帮到他们先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 比较有效 或者可以利用到的位置 是的 评语是大致上的 谢谢 多谢陈小姐的 宝贵的评语 接着来我们有请 性工会女明才中学辩论女教练 王生忠先生 我们给你的评语 有请王先生 谢谢 请问是否清楚 清晰的 其实我跟刚才评判所说 我认为今天的反方在回应上做得比较好的 但我首先先讲了双方的主线 正方的那个主线 是比较稳弱 就是为了一个聋盟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收入 以及你可以帮它起一些基建 长点帮助它去脱离一个负窮 那就是当然了 你们会很强调就是 那个由下而上的那一件事 是他们去决定自己那笔钱是怎样使用的 那些发展基金怎样去解决他们自己生活的困难 那所以就不是纯粹一个捐付我 帮你们一些东西用 那所以这个就是正方开出来的那个主线 而反方的那个主线呢 很坦白说呢 有些的部分是几岁说不到我的 首先就是讲一下 刚才评判都有提及过那个 善心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们就说 其实这个公平贸易的咖啡豆呢 它是贵一点的 那所以呢 按道理在这个市场上的需求就少了 那你都是依靠人家那些诠心去购买的 那但是呢 他依靠诠心就说依靠诠心啦 你说四分一人想买就说四分一人想买啦 那但是最终有没有人买呢 才是今天面提到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能够提出到一个论据 是直接去指出 其实公平贸易的咖啡豆呢 销售数量呢很低的 是制销的 那那些的农民呢 根本是没有办法 在加入这个公平投资制度之后呢 是顺利卖出他们的货品的 因为呢 你那些货品的质素没有变嘛 那你呢 又卖贵了啊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不买你这些东西了 你是能够直接讲得出到那个的结果的话呢 就远远给你 就是开篇又讲一次 一副又讲一次 二副又讲一次 同样的一间大学的那四分一人想买公平贸易的咖啡呢 就来得实际了 因为呢 最终有没有效呢 才是这条原题的那个观点 那所以 你解释些人想不想买啊 经济学上来说 价钱提升的需求就会下跌啊 这些比较理论上面的东西呢 对我来说就不太重要 因为好像你所讲啊 其实买得公平贸易的咖啡豆呢 其实都是想支持他们嘛 就有个善心嘛 那为什么最终很多人买啊 可能对政风来说很受惠啊 那些的联名 就是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一些有善心的人的嘛 那所以没错 我对他的那个需求已经下跌了啦 但是为了要支持那些穷人 我依然去购买 那这个就是 这个制度大以云生的一个的 就是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善心人的话 那公平贸易制度就一定是 就是 不公自破啦 当然是运作不了下去啦 那但是为什么可以转到几十年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无视 这个经济学上面 哎呀他真是贵了啊 但是不要紧要啦 我想去帮他们的这个想法 那所以最终有每人愿意买呢 才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点就比较不能够随便了 那另外呢 你们也有提过工人的那个概念 那你们就说啦 其实呢 农民呢 和工人呢 都是这个计划里面应该要去顾及到的部分 但是呢 整个公平贸易咖啡呢 都是围绕着农民 那所以呢 最后帮到的就只是农民啦 那工人帮不帮到呢 你只能够寄望那些农民去给钱工人而已 除此之外呢 那些工人呢 就不能有受惠啦 那 但是正如你自己都所说啦 这个计划本身就是针对农民的嘛 那所以 究竟是不是这个计划 要帮到所有的工人呢 那我就很困惑了 就是究竟这个计划 你应要帮到多少人才去符合给你的 那是要求的呢 因为你们 好像刚才那一篇词所说啦 你们会有些要求的嘛 对于究竟是不是有效存分 那如果只能够帮到百分之一的人 你们就很不满意啦 正如你们台下方所说 那那帮到多少人才满意呢 那你们要给到一个界线 就是 你说帮到过半数的贫穷的人 那样 又或者帮到多少个农夫 多少个工人 那才是合理的一个要求呢 那所以你说有没有效存分呢 就是 其实呢 如果你不能够提出到一个公民的标准 就永远都是 就是跟我说的 他就说我帮到一些人的复杂 那你就说帮到这么少人 那都叫有效存分 那样 那就永无止盈了 那所以我认为 就是正反双方 其实都无办法提供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 那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很着力去探讨这个讨论 很着力去探讨什么叫贫穷 因为大家会觉得贫穷就是贫穷 而是穷的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 你 绝对的贫穷 可以说是一些很具体的需求 你是没办法捕捉得到的 譬如你没有食物 你没有医疑的设施 你没有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 那这些是一些很具体 是只要你达成的 你就是贫穷的一些讨论 那在这个制度之下能够帮到 帮不帮到那些人去脱离这个状态呢 我想就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 那就 而今天正方 就是说 他去描绘在负面 去描绘一些那些穷人的生活的情况 譬如他们说 就是 那些的收入提升了之后 他们可以拿些钱来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包括是你说就算是很基本的 买个蚊帐 又或者是令到一些子女可以读到书 又或者是你整个静水的系统出来 其实对我来说 这些是实在一点 因为 对于那些的穷人来说 他们实际面对的问题得不解决 其实就是辅助他们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你说给我听 他赚了多少钱 或者多少钱他是给不到 你们说的那些认识费 其实那些钱对我们来说 那个概念 和对那些穷人来说的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今天正反双方 能不能够代入到那些穷人去看那笔钱 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我站在一个生活在香港这个城市来说 这些几百元的费用 又或者是你说的那些收入提升了零点几美金 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 就是究竟是多还是少呢 就是我一个吃一个早餐 可能都是差不多这个数了 或者你说的那个行政费 我吃多方提 吃贵一点都应该是这个钱 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正反双方 能不能够挑入那些穷人 他们实际上面对着什么问题 原本在参加公平贸易制度之前 现在参加了那些问题有没有被解决 如果你能够解释给我听 是解决到的 那正方是比较有优势 但如果你能够告诉我听 他们实际面对的问题是没有被解决过的 那就是反双方有优势那些 那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些位置 谁能够讲得仔细一些的话 其实就是着数一点的 就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王Sir 那最后我就给一点点意见 我都尽量写的 虽然我要计时 我又要给分 然后又要给评语 那我尽量这样的 那第一件事就是 这场比赛是一场都 都挺典型的比赛来的 那怎么说呢 我会觉得 在回应 在表达上面 反方是做得比较理想一些的 但是变超联的分析是很有趣的 它的内容上面 占的分数是比较多的 所以变了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分析有些少 是的 就是哪边赢哪边输 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很明显今天 我自己觉得 正方在内容上面 是处理得比较好些 但是在表现 那个回报 在回应上面 我觉得反方做得好些 但是这也是基于分析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中一个我挺关心的地方 是什么呢 我今天对于反方的主线上面的设立 我认同的 不过我有几个问题 我很认同 王sir说的问题 就是 其实大家在讨论你的论点上面 我觉得缺乏一些实质的例子去认识 就是举个例子 你跟我说 告诉我 原来农夫和工人 是不同的 在贫穷国家里面 但我第一个问题 就会问 如果在贫穷国家里面 他种咖啡豆 我纯粹想 这个是其中一个疑问 就是 如果他又有农夫 又请得到工人 那究竟 他是很穷的那些 还是不是 他都是一间工厂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农场 而导致呢 就是 这些位置上面 可能要再加强去说服一下 究竟 如果你说到 埃塞俄比亚 就是 我教育室的位置里面 有一包咖啡 就是埃塞俄比亚 那接着我就问 我看到这包咖啡 那包装都挺漂亮的 那你说有工人 又有农场 那究竟那些算不算是贫穷呢 那我第一个问题 我会问 那你说不是 有的 中间会有剥削的 那例子呢 我觉得稍微缺乏 就是今天 反方里面 你提出的 譬如刚才 王sir说的那个善心 我认同的 道德感自我 是认同的 我认同这个立论 但是接着我下一步 我会问 那论据呢 你的资料呢 就是 我觉得 反方今天说的 其实 都有 都是说得通的 不过 我去到 我再去要去 给分的时候 我就会问 那这个论据呢 那 在这方面上面 我觉得 是令到 那个说服力 上面 是弱了一点的 我不是觉得你不够攻击力 而是这个攻击上面 流于 欠资料去处理 你部分上面有资料的 比如波士顿大学 那一堆的资料 我是见得到的 但是那些资料 就不是对应 你某些主线上面 攻击的论点 因为你今天 反方尝试是 跳入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说 是的 公平咖啡 公平咖啡很好的 不过 里面有很多细节位 你做得不细节 其实未必做到你的效能 但是那一方面 我觉得是需要推论的 而另外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经常强的 就是基建 其实他们的 保助金很少 但是公平贸易 咖啡制度里面 它不只是说保助金 它除了基建之外 它是最低的 贸易的价格 最低的保证价格 其实今天你只是 在讨论它 某一个部分的基建 但你不是从整个制度去审视 我觉得 政方其实虽然有提过很多 但是 接着我就会问 关键不是基建上面 金额多还是少的问题 而是如果你觉得金额很少 然后我会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每年只有140多元 是很少的 美金 我记得好像是 但是问题是 你要放回去 埃塞俄比亚的物价指数去做 就是你说和我说 它的价格很少很少很低很低都好 它的保座很低都好 但是如果放回去 这个埃塞俄比亚 究竟物价的购买力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反方 你要去问的问题 就算你说其实 还有可能 这些问题我会问 是为什么 就是 是不是我们用香港的数字 去看埃塞俄比亚 还是我们应该用埃塞俄比亚去看 埃塞俄比亚呢 那变成我会问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反方今天有问 但是政府没有怎么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想的就是 你会讨论那个入会的认证费用很贵 其实呢 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准备 我没有帮我自己学校准备比赛 但我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千多元的美金的入会费 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价格 但是依然有埃塞俄比亚的人 他愿意去进去 究竟中间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政府要理解 就是如果在反方的角度里面来说 他说其实不是的 都是只有千多元的 就是入会费很贵的 那个补助金又很小的 那其实如果每年都有个认证费用的话 那究竟这笔钱那条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位置 其实政反双方是需要交代 我是政府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既然你觉得 是这么难认证的话 那为什么埃塞俄比亚 依然有人 他是会能够 避得到呢 对于反方来说 你不要跟我说 数字是多么大 应该反过来 这个数字应该等于 埃塞俄比亚的生活指数 所以让他给不到出来 如果不是 大家只是留意数据上的表达 你没有代入厨经很困难 所以我这场比赛 双方可以想一样 就是 那个货币的数字 你不要用香港的角度去看 你要用在当地的生活水平去看 那件事就会有不同了 另外呢 我认同刚才王sir所说的 我觉得其实双方对于贫穷 这个概念是很虚浮的 究竟我听了一场比赛之后 究竟什么是贫穷呢 其实双方都没有怎么去描述 贫穷的世界是怎么样 就是你告诉我 如果是要有效扶贫的话 那究竟你要在解决这些什么问题 其实今天呢 我觉得 政方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很老实的 我觉得 你们今天很多时候 都是照着一份稿读的 就是我看你们很倚靠一份稿件 所以在风度上 我是扣过一些分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 你们很厉害 就是预计到反方怎么打 把稿件很流畅的 可以表达出来 但是如果 反方不是用这条线呢 我是比较担心 就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们比赛 你们真的赢了 你们的预备充足而已 就是是的 反方呢 就真的可能要想想 自己的数据上面 你怎么处理 如果你们赢了 就是赢了你们的表演 和赢了你们的攻击力 那样 所以我会觉得 你们真的可以想清楚 在那个比赛上面 怎样可以再进一步 去想想 究竟怎样回应得对方好一点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的评语了 最后我们都辛苦了 陈小姐和王sir 帮忙担任今天比赛的评判工作 接着我们会宣布 今天比赛的结果 今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第二副辩 林泳同学 现在为大家宣布今场的比赛结果 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万军会资中学 对反方马里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正方得票为2票 散方得票为1票 赛果为2比1 由正方万军会资中学胜出 恭喜 今场的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